因为是签署了一份 以防养老的理财项目 没想到一来二去 最终换回的却是房屋委托协议 年过七旬的刘女士 怎么也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年纪 自己还会面临 无家可归的境遇 现在她每天 把自己锁在屋里 恐怕一不留神 就真的丢了家 参与一些理财的事情的时候 公司正规不正规 这可能很难判断 但是每个人 必须得有从业的资格证书 我们就需要咱们帮帮我们 完了把我们这房子要回来 因为我们是走投无路了 无家可归 告诉我们 今天你们三位 来到我们这的诉求是什么呢 今天找到你们 找到希望法律 给我们支持帮助我们 高女士是一位单亲妈妈 生活并不富裕的她 本打算通过投资理财 补贴家用 没想到 不仅没有获得高额利息 反而赔上了家中的住房 李律师要帮帮我们 把房子要回来 脑袋能帮帮我 大家能帮帮我 我现在实在判断 我没办法 因为真有这事 真是的 就天塌下来了 弄得我真是不想活了 当时你们选择这个投资项目 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 对吗 对 都是希望孩子能过上 就是更好的生活 尽你们现在还能锁尽的一点免利 对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特别希望对你们的子女说 其实我觉得像李阿姨的孩子 就刚才张女士那样特别好 就是她的想法就是房子 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 但是一定不能没有妈 所以我觉得三位阿姨 尤其是像刚才这位高阿姨说的 说不想活了 我觉得您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为了孩子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就是还是要积极地面对这件事情 今天你发现没有 这三位当事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都没有跟家人商量 他们不让 他们也不让告诉家人 她在这种地方心里 她对外人能敞开 对家人倒封闭 在刚才上场之前 其实我给刘阿姨跟李阿姨 都做了一个心理测试 是测试两位的安全感 和性格的这么一个测试 那么两位阿姨 其实都是一个安全感相对比较高 并且人格比较独立的人 那么其实是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骗呢 也是过分相信自己 就是过分独立的人 其实是容易被骗的 我的初衷点就是 想办法挣点钱 老人首先是一颗爱心 就是为了家庭好 发挥余日 为什么不试一试 而且给孩子解脱负担 如果家境特别好的人 没有几个人愿意这么上当的 真的是一种善良的心态在这儿 真的是对家庭特别有爱的人 才愿意做这个事 如果一个人特别自私 吃饱了全家不饿 他不可能考虑 我要挣点钱给孩子留着 母爱真的是很伟大的